一年一度的商人节又到了 那么这是全国商业总会 为了表扬企业的精英 要鼓励对于台湾有所贡献的优秀厂商 特别在昨天举办的第68届的 金商奖颁奖典礼 也希望借此呢 让得奖者他们的经验 都可以分享跟交流 第68届商人节大会 季金商奖颁奖典礼 在10月31号盛大登场 今年共有41位获奖人 涵盖各行各业 都靠着专业产品服务 以及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获得主办单位肯定 除了外商看好台湾市场 积极栽培优秀人才 提高台湾人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或许优良商人的本土业者 也懂得因应时代变迁 不断创新服务 因为台湾人口结构的一个改变 我们随时都以 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 这个樱华族 身上族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他们的需求的提供者 我们也希望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全国商业总会 特别举办公开表扬活动 要鼓励对台湾有所贡献的优良企业外 也希望能借由得奖者的经验 分享与交流 带动台湾经济成长 打造国际级的投资环境 记者胡志欣 肖瑞生采访报道